天氣冷氣氣 但是在拍手持久一位 89歲的理性獨居老阿嬤 她每天晚上都教得一條 已經用62年的古麵皮 求怎麼都不親外丁 原來這條古麵皮是老阿嬤的隔層 王妻在44歲往生後 每當阿嬤看到這個麵皮 就會數量去自己的王妻 就算這已經天佈很久 有完是不敢回事 大地補主持的你阿嬤 二歲將近90歲 掛起老花眼鏡 用洗碗腳本的相手 繼續在換人的麵皮上面 天天佈佈 原來這條麵皮背後有一個故事 這是幾十七歲時 日本的朋友送給老阿嬤的隔層 一直到王妻44歲過世了 每當阿嬤看到麵皮 就像看到王妻的信仰 麵皮上面有算不清的紅色天山 就像對王妻算不完的思念 這條麵皮到幾年了 這條麵皮到我二十歲 還有一個月九十歲 這樣看滾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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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條麵皮這樣穿也要流汗滾滾滾滾滾滾 organize 讚滾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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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 像说你不在那里 那里就是说 我们想说 人家一眼皮给我们 不敢吧 哈哈 在老阿嬷的感觉 米皮十年糗 算油丸要可以用 坚持不轻弹 就算天气这么冷 这层六十几年的旧米皮 为老阿嬷的过早寒冬 也温暖老阿嬷的心 谢谢新闻 庄来信 副主持 彩虹报道